都有在露營 绝对没有谎报 赞成的15 反对的8 把位其他的弃权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廉宣布 议员居民表决的结果 15票同意 8票反对 4票弃权 原本是议员对市长及市府官员的总咨询 改为书面咨询 表决后的结果 赞成这一次的 施政总咨询 用书面总咨询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严峻 原本基隆市议会定在5月16号到23号之间 举行市长市政总咨询 不过因为有议员提出改为书面咨询 让府会共同抗议的建议 引发议员们不同的意见 反对书面咨询的议员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议员的监督权 这是民众赋予给我们的 当时投票的时候 民众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赋予给我们监督市府的权利 那不应该由大会来做剥夺 把整个面对面的总咨询变成是书面总咨询 那就真的代表外面有非常多的民众已经哀哀无告 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民众此刻正在受苦受难 面对疫情其实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你回答的这个讯息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 其实有时候当面在咨询的时候就有所谓的答非所问 更何况是书面 那这样一来一往之间的话实际上 矿日费时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市议会在这次的定期会当中 不要整体包裹的变成书面咨询 已经有一次了 一届只有八次啊 而赞成改为书面咨询的议员也有致敬的意见 第一届议员 我一年一届只有八次可以总咨询 我当然也很想咨询啊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考量到下周会是 我们已经提前预判了嘛 已经知道下礼拜会是一个 大家都会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就已经很忙了 下礼拜如果再更多的高峰进来 一定是更忙 那如果大家真的都是 所有我们的市政府的局处 首长的团队全部都在议会绑住的话 其实是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疫情的做一个调注 根据去年书面咨询 我觉得各单位的主管也都有打电话来问我 那有一些我不是很清楚的 也是跟电话沟通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也是合法 也是不会影响我们议员的职权 也不会让民众觉得我们议员 没有口头咨询 这是我们既有黄毅律 这个确实力 确实力是从上关的 为什么我们不禁着说 一个人休息一点钟就好 一个人休息一点钟 让市政府去打拼 包括本身是支援官 也有议员建议采用执政方式 需要总资讯的议员 缩短时间让市府官员 有半天时间回到市府办公忙防疫 而为了议会和谐 议长蔡旺廉也希望不要采取表决的方式 改天你们都有机会来当议长的 你们都有机会来当议长 议长没有什么特别权利 只是要怎么样 把这个议事规则 把所有的议员的权益保存好 这是我的责任 最好是不要用表决 这种事情来表决真的很难看 不过议员们还是争论不下 最后议长决定采取现场居民表决 为自己的决定留下历史记录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8票反对 4票弃权 改为书面质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